大家好,又是我张先生和大家去讲今个月的债券投资讲座 大家留意我们的左下方会有一个地方给大家去贩问问题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无论FSM的债券投资服务也好 或者关于债券市场的一些资料都可以在那里问回 我也会尽量解答大家 今天我们讲什么的题目呢? 就是讲一个中国国策如何影响债券的投资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们的债券投资的资讯 或者我们一些文章都好 都知道我们平台上大多数都是和中国内地相关的 无论你说内房也好,或者其他能源的板块也好 很多都是香港上市,但是都是一些有国内背景的公司 所以中国国策其实都很影响我们投资债券上面 今天也会特别讲我们平台上最多人关注的就是内房债 也讲一些中英政府对一个内房板块上最新的一些调控政策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债券投资 在真正开始讲中国国策如何影响债券投资之前 都想跟大家更新一下一个最新的关于债券市场上面的一个消息 我想大家今早上如果上班之前有开电视或者看报纸 都可以留意到现在一个最热的题目就是 刚刚联署局完成了一个意识会议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了 如果大家有去下转一些APP 比如一些财经相关的或者一些财经新闻的APP 都会看到彈出来说某一些银行 维持过最优惠利率不变 其实因为联署局在今早香港时间 我们都知道了 联署局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维持1%至1.25%的区间 而声明里面他就提到 就算美国之前是受过的风灾影响 但经济上未必 长远来说不是很受到影响的 也会看到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 暗示下个月会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 出了维持息口不变的决定的时候 也说了未来 无论是通胀或者就业数据方面 其实都是暗示了12月都很大机会会加息 所以市场都重新调整了 今年年底之前 其实只是说只有12月 加息可能性 其实如果看回一个利率市场的预测 其实加息的息率下个月加息的几率 其实是高达九成的 可以这么说是接近一定会加息这么小的 当然当然还有大概几个百分比 或者十个百分比 是会觉得不加息 这个都要看回来 过来两个月的经济状况 或者就业情况是去到什么水平 而看回九月底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做过一个网上的 债券投资讲座 那当时和大家分享 看回那个加息概率 今年12月其实是只有六成 所以你会看到 在一个月松一点的时间 由六成的加息的几率去到九成 那其实联储局他在刚刚的议息会议 决定不加息 那其实他声明里面会有什么去提及到呢 他都说到其实美国务工市场是持续的站稳 那经济活动也是用一个稳健的趋势增长 那刚刚提到就是一个台风 吹几美国本土 那是会令到九月份的劳动人口下降的 那但是呢 联储局也有个声明就是说 其实那个失业率是持续下跌的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 说着几年前就是 联储局有一些指引就说 我们什么情况之下会加息 那其中一个其实就是关于通胀 失业率其实也是关系的 那失业率也是一个 我想联储局看得挺重要的一个数据 所以看下来会不会做一个加息的决定 那另外的声明也都指了 那台风呢 造成一个的影响和重建的活动 那短期内呢 是会对美国本土的经济有一个影响的 那也都会对就业率或者通胀有影响 那但是联储局呢 是预期通胀呢 在短期之内呢 是会保持低个2%的水平的 那而中期呢 就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 那意思就是说 他短期内都不会见到 通胀率是会大幅上升 那也都没有一个很大的加息的必切性 的一个很紧急的状况 那所以呢 他们也是决定今次维持利率不变 那但是也不排除下个月呢 也会有 即10月也会有加息的可能 那我给大家看回一些数据上面的资料 那说的是 下次的意识会议就是12月的13号 那就是2017年最后一次的意识会议 加息的机会呢 其实去到92.3%的了 那而 多数市场人士都认为是会加0.25 那就是去到1.25至1.5%的区间 那也都会有7.7%的 数字是会觉得呢 这个息口都是会维持在燃油的水平的 那值得大家留意就是呢 其实你会见到那个 加息的步伐呢 其实一直都不会说是很急速的 说到去到下年11月8号 就是差不多一年之后 那其实市场人士都会认为 最大机会的息率是去到1.5至1.75% 是的 有41.3%的一个共息 是的 四成机会是会维持在1.5至1.75% 就是比现在来说是加0.5%的 就是换言之 如果12月加了一次息的话 都会预期下年 11月之前 都会加多一次息的 那甚至乎有25%的机会 是会再加多一次息 就是说可能下年是 在11月之前 或者在11月 都会加到两次的息率的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看看 那个美国的息率的状况 那但是我也想在这里重新 就是很多客户都会很担心 美国加不加息 就是会不会对他们的债券投资有很大影响 那其实我都在过往很多次 十几二十次的webinar里面 也好 或者一些投资讲述也好 我也提及过就是说 我们平台上面大部分都是一些 企业债券 亦都可能是一跌的高收益的债券 亦都是跟中国内地的相关性比较高 跟美国来说相关性比较低的 那所以我们都重新很多次 就是其实美国加不加息 那其实对我们平台上面的债券 影响未必是很明显或者很大 就是除非你说 美国联储局很夸张 一次夸张地说 他加100%的 那当然对整个环球的经济 对中国一些的企业都会有一个影响 那但是如果他用一个这么循序的渐渐 每次加0.25%的步伐去加的话 其实对我们平台上的债券 未必是很大影响的 那都是会看法不同的债券里面 如果一些很高投资级别的债券 譬如一些国库债券 或者一些国家发行的债券 那说他的投资级别可能是有A以上的 那这些影响可能会相对大一点 但是如果一些譬如说内房 或者一些高利润的帮来说 其实影响不是十分那么大的 那现在就讲一讲我们今天的 债券投资讲座的主题 就是讲回中国的国策 如何影响到债券投资呢 那跟大家我想大部分的债券投资者 都会关注或者都会相关的 就是一个内房的板块 那很多人都会看新闻都会看到 其实现在都不是现在的了 就是讲过往一两年 久不久都会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说中央政府推出一些措施 一些政策去限制人买楼也好 或者有任何的措施 去叫做令内房去降温的 那其实久不久都听到一些新闻的了 那么其实实质 房地产的调控措施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平台上面的一些内房债呢 或者影响到大家的投资呢 那么这一图跟大家去做分享一下 那么有些什么的政策最新出台 也都会比较上大影响呢 就是在今年9月22号开始 那么重庆、南昌、西安等等的九个城市 是出台一个我们叫做限售的 限售为主的升级板楼市的调控措施的 那么因为之前都会有很多 比如限购、限贷、限价 就是不让你买、不让你去借钱 或者尽量将你借钱的乘数去降低等等 去限制楼市的升幅 那么它现在再进一步就是有限售 就是我想有少少类似香港的情况就是 香港就是你多少年内 你买完之后 你如果要放手的 你会给一个比较重的税行 而在内地来说 就不仅是抽象简单 它是某些城市 当然不同城市又不同做法 它是给你去卖出的 那这里其实都某程度上 都会影响到房地产的销售 所以我们会看到70个大中城市 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的价格指数 都显示了 无论一二三线都好 那个房地产市场 都是逐渐降温的 那么我们都会认为 那个调控政策是取得一定的成效 另外银行的按揭贷款也都收紧 那个房贷的利率是不断上行的 都会影响整个房地产的行业 但是由于房地产企业 会面临进一步的整合 那我们都会建议投资者 去选择一些比较上优质的 龙头房地产企业进行投资的 那刚刚提到的措施就九月才开始了 那就适逢是金九银十 就是叫做传统的房地产的旺季 那就推出这个政策 那刚刚提到的 其实总共有九个城市 就出台一系列的 以限售为主的措施 那限售期呢 就大致上是由两年至五年不等的 就是你说在两年内 你买完一层房之后 你不叫做持有 超过两年呢 你是不可以卖出的 就是你等钱花也好 你要拿钱来救命也好 都是不可以卖出的 那他的措施 是致在抑制短线的炒房 那另外如果大家有留意呢 就是前排十九大的一些资讯 就是说的都是上一两个星期而已 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提过就是 他都说过一个 都不止是十九大才说的 其实不断去说 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那是为内地房地产做一个定调 那还有就是都很足以表明 政府抑压房地产的那个 铺没的决心的 那你会见到呢 其实下面的表上面 就是下面那个表呢 其实都有九个不同的城市 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控的措施 就是譬如说石家庄就是说 他的限购的同事呢 也都会有个限售的 那就要求呢 一个新购的住房呢 他五年之内呢 是不可以上市交易 那或者呢 毛石来说呢 在一些外地户籍呢 他需要两年的社保 或者个别的税务证明呢 才可以去进行一些房地产去销售 或者去出售 就是这样的 虽然呢 刚刚提及过了 就是今次那个的 就是 连续有几个的城市 都吹出一些的限售政策 都集中在一些三线 三四线城市 就是你看到都不是出现在一些 上海、深圳、北京等等的一线城市的 但是楼市调控呢 其实不是新鲜市来的了 那其实就是过往两年 都不断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楼市的调控措施的了 那全国其实很多的热点城市呢 都纷纷出台 类似的限售政策的了 那要求呢 那个新交易的住房呢 他要取得那个产政权 那个产权证 之后 必须要持有一定的年期呢 才可以转让的 那我们都在网上做过一些非正式的统计 那在年初至今 其实不止那九个的 其实有大概四十个 城市呢 是有推出一些限售的政策 那其中限售期为两年的呢 有大概二十个 限售期为三年有十二个 限售期为五年呢 是有三个城市的 那而限售期最长呢 就是保定 那那个限售期是十年的呢 就是你十年之内 都不可以去出售你那个房产的 是的 那所以这个 调控措施 给大家看到其实的力度都很强 那正如我们所说呢 其实那个 调控的力度都强呢 那我们都会看到 那个调控政策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 那刚刚提及过就是 那个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七十个 大中城市新建住房和二手住宅的价格指数呢 那无论一二三线的房地产市场呢 都是逐渐降温的 那我们都会认为 那个调控政策是取得一定的成效 那例如呢 一线城市去这么说呢 那个新建的住宅价格呢 是由16年4月最高的31.5% 就是说一个按年增长成三成的 逐步回落到呢 去到今年8月的4.8% 那也都可以说明就是 一线城市的住宅价格呢 其实已经是控制得很好的水平了 同时呢 三线城市的8月份的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呢 按年是增长8.2%而已 那较7月份呢 其实是轻微下降0.3%的 是自2015年2月以来呢 是首次录得一个按年增长的效果 那而反映实际房地产交易价格的二手住宅方面呢 都是出现和新建住宅一样的下降趋势的 那所以我们都认为今次的楼市调控政策呢 是成功地为房地产市场去降温的 那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及过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呢 那由国家统议局去公布的 由数据由2011年至2017年的年中 那分别是123线的城市呢 你会看到绿色 深绿色那条线 其实最高位是上年的年中 那就是去到30多%的按年增长 其实已经一路下滑去到今年的4点多%了 那而在这个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方面 其实你看到呢 两个图的走势都很相近的 就是无论123线都好 就是一手和二手都是很接近的一个趋势 都是在去年的年中开始呢 就一直下滑的至今年的年中 那另外我们都会留意到呢 那个房贷的利率呢 不断地去上行呢 那除了政府去采取一些限购限售 或者限贷的措施之外呢 其实银行对那个房贷的按揭监管呢 都是越来越严谨的了 那因为其实 看到近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的银行呢 是因为那个贷款压度受限 而持续收紧按揭贷款呢 那另外那个贷款的发放标准 都是更加严谨的 而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房贷增长呢 也都是逐渐地去放缓 那由于呢 就是央行呢 都是采取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呢 那我们都会认为呢 那个的资金成本呢 是会进一步上升的 那对那个房贷利率的上限压呢 都是增大 另外呢 就是近期呢 那个居民消费贷呢 就是除了贷款 就是有一个房贷之外 也都会有一个叫做消费贷呢 那是異常的增长的 在北京啊 港州啊 和深圳等等的热点城市呢 是开始去研查这些消费贷的 为什么要研查呢 因为在这个实际的那个操作里面呢 有部分的 就是购买房屋的人呢 他是通过消费贷去借入资金 之后呢 用来给那个房贷的首期的 那就导致了呢 那个消费贷是违规地 进入了房地产市场 那令到其实 他们都会觉得 要对那个消费贷的审查呢 都是要越来越严格的了 那我们会认为呢 房贷收紧了 如果连那个消费贷都陆续收紧的话呢 那的确呢 是会削弱了那个购房者的购买力的 也都呢 会进一步影响呢 房地产的那个销售 那这一幅图呢 那这一幅图呢 给大家看回呢 就是那个个人按揭贷款呢 那在最高位 就是09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 一路呢 都是就是反复上落 那去到去年的年中开始呢 就一路都是下滑的了 那就看到那个增充呢 是一路放缓的 那另外刚刚提及过呢 就是我们会见到呢 房地产市场就是 就是内房呢 是会有个行业整合的加速呢 那经历了过往两年那个楼市 调控过温的措施呢 其实我们会见到呢 龙头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呢 就是持续向好的 那就是你譬如看到 譬如说恆大啊 碧桂園啊 雅居楼等等 一些比较大型的 的内房呢 其实它的数据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就是无论销售业绩也好 或者去那个收入也好 都是很理想的 那而中小房企呢 它的生存压力呢 反而是日益更大 那我们会见到 房地产行业整合是加速的 那走势呢 是出现一个分化的 从那个销售今晚去看呢 前十大的房地产企业呢 是占全国的比例呢 由去年年底的18% 上升到今年年中的25% 那就是说的 那十大他们做的生意 压佔全国的 就越做越多 那而那个 同一个指标呢 说的2016年 对比2015年年底呢 其实是增加了2点多的% 就是 虽然 虽然 增幅也有在 但是说的是增幅2点多的% 和今年年中 至到去年年底 就比较呢 其实都增幅是差很远的 是增幅成7%的 而是用那个销售面积去看呢 而是用那个销售面积去看呢 前十大房地产企业的那个销售面积呢 是佔全国的比例 由16年年底的11.4%呢 去上升到今年年中的16%的 亦都是较 16年对比15年底呢 其实是增加了2点多%呢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的 那么我们会预期呢 其实近期那个调控升级的措施呢 是会加速行业的升级的 那么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呢 是会进一步去提升 那么展现呢 一个强者越强的状况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看看 刚刚我提及过的数据呢 那么 绿色那条的 那条巴呢 就是说的是销售额的 说到今年年中呢 其实前十大的房企 是佔了全中国 就是全中国 说的是过百间房企的 所以说如果比较上细 都算下去 甚至乎是过千间 那 只是说的是 头十大呢 已经是 佔了四分一的销售额的了 而销售面积呢 都是佔了十多个十个百分比的 对比回16年的年底 和15年的年底呢 都是有一个比较上大的增长 那么 总括而言呢 那么我们会认为 那个调控政策呢 是 无损内房债的投资价值的 那为什么呢 那么 那么我们会认为呢 在那个房地产调控的范围 和力度都分别 升级之后呢 地产销售可能会进一步放缓的 但是 全中国的经济增长 会不会因为感而下滑呢 也都是有待改善呢 那么我们会考虑到 其实房地产行业 都经常听到的了 就是一个Terms 叫做去库存 那还有呢 房地产 他们的资金流的状况呢 都是较过往那几年呢 是有所改善的 那么我们都会认为 短期内 因为这些的调控措施 而引致房企倒闭啊 或者违约啊 那个风险呢 其实就不高的 那么当然了 短期如果他们会有一个限售的状况出现 或者限扣 令到他们的资金回容比较慢 或者令到他的销售比较差 那么当然对盈利会有影响啦 那么如果对于债券方面的投资呢 那么我们多数都是会看回企业的还款能力啦 或者他们的融资能力 多过呢 看他的那个短期的盈利能力的 那么我们会觉得 其实中央去推出这些的调控政策呢 是为了令楼市降温的 其实他是不会想呢 见到那个楼市 或者房地产板块呢 是去一个很差的地步 他们都不会想见到的 那么所以我们都会认为 其实中央会不断审视的 就是看回措施的成效 做成了什么呢 那么如果他见到可能措施 就是有一定的成效了 那么他可能就会放宽 或者他不再做那些的调控政策了 也都不出奇的 那么我们都会觉得呢 因为中国房地产始终 占整个中国的生产总值 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中央其实他经常都说的了 他们也都要去做一个 就是保经济的 就是那个GDP 要到多少%的水平 那么我们都会觉得呢 他们不会对房地产那个业务呢 造成很大 或者过大的打压的 那么我都会觉得就是 相关的政策呢 其实长远来说呢 是不会影响呢 内房债的投资价值 对了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去 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呢 那我们呢 都会觉得呢 其实大型的房企呢 都是我们的投资首选来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会觉得呢 因为你大型房企 无论它的资产总值方面也好 或者它的土地储备也好 都是比较上大规模的 那么如果遇到一些 真是叫做 经济不好的状况 或者遇到房地产 那个调控措施 真是很加强的很厉害 那么我们会觉得一些大型的房企 其实它的抵御的能力呢 是比较上强的 那么刚刚都提到了 其实都是会见到很多的 一个行业整合的活动的增加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一些大型房企 也会给到一个机会 他们去进行一些拼购的 那么也都可以增强到 他们的投资领域 或者他们的土地储备的 那么这一方面呢 对一些大型的房地产 发展商呢 其实是利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会在 除了刚刚说的 可能看它的资产借 或者看它的市值之外呢 我们也都会比较上关注 就是它那个 完成到它多少的销售目标呢 和它那个销售額 它那个按年的增长是会造成怎么样 做得好不好 这些都是可以看到一间房企 它的质素是否优良的 那比如 如果看回我们有追踪 这些十几家的内房去说 那如果以完成目标去计 那其实你会看到 做得最好就是碧桂园的 那它在头九个月 已经是做到一百零七个百分比 它全年的销售額 那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我会不会是 碧桂园去设计 那个全年目标设得很低 那它便可以 叫做好容易 achieve到 或者好容易超过它的全年目标 那当然这件事我们都要关注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碧桂园去全年目标销售額 在说的是 四千亿人民币的 那其实 没有哪一间内房 它的全年目标是超过一千亿 那你看到我们 当然有 部分的一些 国企是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全年目标销售額 那如果一些民企 其实是恒大 碧桂园等等 才去到四千亿以上 那它都是做到一百零七个百分比 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合景泰富 做到九十七百分比 瓦居乐做到九十五百分比 这两间都已经用了九个月时间 都已经差不多 做到全年目标的了 那这里 刚刚说到就是 是头三个三个 三个季度 就是说全年的七十五百分比 所以如果 其实它做到 那个完成销售目标 是七十五百分比以上 其实暂时来说 就叫做达标的了 都是叫做不错的 那除了看它 完成销售目标之外 就是它对比上年的头三个季来说 其实已经做了一倍的了 一倍的销售目标 它上年是做了一千八百亿的 头三个季 它今年头三个季 已经做到三千六百六十亿 第二就是碧桂园 做到90%的按年增长 之后就是澳元地产 做到53%的按年增长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而说实际上 它真的做到多少销售额呢 头三季呢 做得最亮丽呢 就是碧桂园和恒大 碧桂园就做到四千二百多亿 而恒大就做到三千六百多亿的 所以大家去考虑 去看一些内房的时候 那不会说 有一个调控措施 令到整个板块都不利 那就完全不行 这个我们就不认同的 那我们觉得 这个板块 虽然它有很多不同的措施 去限制它的升幅 但是始终有一些房地产商 做得比较好的 也成绩做得不错的 可以集中去留意那些内房 那今天呢 那个分享就到这里 那也都看看大家 会不会有些关于债券 投资上面的问题 那可以在 有个叫做工具箱那里 就可以去问一些问题 那我也会尽量解答给大家的 那有一些投资者呢 就问到一些公司债券 它们的年期是少过一年的 那是否代表它的风险是高过一些长年期的债券呢 那这里呢 我不知道 那个投资者去问的意思是 是说现在新发行的一年期债券 还是它已经是 发行假设三年的 但是已经是过了两年 剩下一年的意思 但是简单来说呢 其实 越长的债券呢 理论上的风险是越高的 但是大家会看到 为什么近期很多公司 比如今天大家有留意 会看到海航集团有发一年期的债券 那这个角色也非常吸引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代表它把债券是特别高风险呢 那其实就 未必是的 因为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措施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限制 因为一些 大陆的公司 他们不是说 我想发债就发债 我想借钱就借钱 其实就不是的 他们是要经 就是叫做国家去审批 他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些 海外发行行一些 叫做离岸的债券 那 其实如果发一年期以上那些 其实那个监管比较上严价 那反而他发一年或以下的话呢 他们的发行就没有那么严谨的 所以你看到近期很多 都是会发一些一年期的债券 那至于为什么 海航他今次发债 他发成九厘那么高 是不是很高的贡献呢 那某程度上当然是代表 他的违约风险就增加了 但是对比他和 就是这间公司 比如海航集团 其他两年期三年期四年期之后 才到期债券来说 其实一年期债券呢 理论上风险比较低的 因为一年期我都等一年而已 那他一年内不执 或者一年内他不违约 所以基本上我就可以拿到个本金 和拿到个股票的嘛 那他一年内不执 但不代表他两年后 或者三年后会不执 是不是 所以理论上 这个固定性就越短 就越低 越长就越高 那也都是 他会有一个叫做 利润上呢 越长年期的债券 也会越高 去compensate 他要面对 就是投资者要面对的 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的 那如果在说在一个加息周期里面 其实什么的duration 就是什么年期 或者什么的全续期的债券 是比较上适合呢 那其实我们之前过往几次的 webinar上面都有提及的 就是加息周期上面呢 理论上如果算数那样 越短年期的债券 或者个全续期越低的债券 就受加息的影响就越低的 就是那个是一个duration 就是利率的敏感度 如果你的duration 就是存续期越低的话呢 对利率的敏感度也都相对越低的 那就是说你加息的时候呢 受的影响也都较少 那所以 简单而言 我们现在都会prefer一些短年期债券的 那短年期是否说是一年或者是半年呢 那就 都不是的 如果你说债券 其实债券多一个比较上长期投资啦 就是说三年或以下呢 那些我们会比较prefer一些 那你说到是五年或以上的 甚至乎十年 或者全续期的 或者一些泳续债呢 那些我们会相对 就比较上保守一点点的 那时间呢都差不多啦 那都多谢大家出席今次那个 网上债券投资讲座啦 也都多谢你们的发问啦 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随时去电邮啦 或者打给我们那个 Hotline 甚至乎可以上回我们中环的office 约到我们的客户投资专员 跟大家讲解回 关于债券上面的投资的 那多谢大家出席先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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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那 就是 我 的 那 我 的 欸 你 我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